大家好 歡迎收看期權操本手 今天來說是十二月回來的第一集 首先回顧上星期 大家部署的策略 或者現在是做成什麼 之後再看看這個星期有什麼部署 上次來說 剛剛是十一月最後一天 其實那一刻也說了一點 十二月頭五日有沒有什麼可以做 或者怎樣看整個市場 當然以過去十年來計算 這個數據上先看 十二月頭五日 百星兩跌那一刻也說過 而星的幅度都捱1% 而跌0.3% 而今年十二月頭五日第一天回來 就開播29200多 其實今天才是第一個五日的完結 但是我相信經過昨天 大家如果知道都知道 在急插之下 今天也不會再升穿 或跌穿這五日的股底位 所以暫時我可以這樣說 那個高德位應該見到的頭五日 所以如果這番 今次十二月份回來 第一貢日的最高就是一號那天 29346 而最低當然也是叫暫時 就是昨天 28205 其實你看到這個高德波幅都成千一點 這個幅度 都調整過去十年 平均十二月份的頭五日的數據比較多 而上個星期 其實有沒有叫大家 可能頭五日指數做些什麼呢 其實上次來講 叫大家什麼都不做 指數 打了一個靠叉給大家 那一刻說過 雖然你說過去十次的十二月頭五日 有八次是升 好似的機率是向上多很多 那一刻也說過 是否可以簡單 只能打招5天上去呢 但相反上次也說過 雖然月份上數目的升級比例是多些 但是你看到這八次升也好 其實平均升不足100% 那其實你看到要開長召召 各位都說過 你是要擺到很近現價 所以成本相對比較高 不算太直播 所以國內也不叫大家這樣做 而的確你說這星期回來 除了一來沒有預期的上升之外 反而是急插的 假設你上星期有做長召召召 應該這星期也輸了很多 但幸好這裏沒有叫大家做事 所以頭五天來算 指數上說 叫做所謂避過了這一下 而除了指數之外 其實上次也有叫大家做過過股 第一個騰訊 而騰訊來算 上次也說也是根據今年很多時候的策略 就是short put加long call 因為都是覺得它上升洗頭 用short put收回鈴基原金 博 long call 但大家都知道 這星期其實騰訊也是大市跌的一個最主要因素 它從高位計算得下很多 那天叫大家short put放3.7 而long call 放4.4 而上星期開過 short put的3.7就超過4元 而long call 那個4.4 就5元左右 而去到今天來說 昨天來講 其實是試穿過3.7 現在也是3.7 邊緣叫堵不沉沉 就是堵住堵住 好像想跌穿 又未真正打穿 如果今早進來的時候 其實3.7的put 去到9.5元 這裏是捱價也捱得很重要的 而call 只剩下幾毫子 亦都是輸了大部份 而這刻來講怎樣部署呢 這樣說 我會覺得 你可以多看一點點 看看3.7的位置真正穿 如果不穿 其實反而彈高鐵才走一走 但如果大家可能都在擔心 我會不會看見它真的跌穿 還是怎樣被人call一call 說真句 如果你真的擔心 我會覺得你可以考慮一個所謂動態的平倉法 這刻來講 一拆不是拆完一套 我覺得你的short put可以先指示 因為你怕3.7要接貨 所以你可以先考慮叫做走 這裏是要輸的 但long call 那邊 剛才看到 始終這一刻都只剩下不太多錢 即是既然金 所以不妨可以繼續擺回它 看看有沒有機會在這陣子打完之後 可能再踩上去 可能到時踩上去 不要說上4004 可能上400 或者高一點位置 令call 可能漲一些錢 可能有一點微利 可能減低put那邊的損失 我覺得可以做一個分開來拆這個部署 那short put可以先擔心 那long call可以保持著它 而另一邊商 上星期也有講過第二隻個股 就是23800 中央香港 叫大家簡單long call 做40元 也有講過正股穿38指洩 而當時開成本價三毛半指 其實這星期內 那天推完之後 之後那兩天回來 最高見過39.8 其實相差少少 到40元 但也是那樣 當然可能有些人會過路走 因為過路走 我都記得過期容金 應該都賺了一倍又多 但當然這些是個人的一個 自己有一個手法 但自己上次講的時候 特別是有些所謂看到的 都說明是40元才走 那未到即是當未到 所以如果這星期內最高39.8 那真的未到40元 那之後來講 其實股市也下跌 所以中央香港也只會下跌 而這刻來講 暫時正在捱價 因為正股又未穿38 變上未穿38 又未遮到止虧位 變上你見到期容金 今早進來的時候 40元這個call 去回大概兩毫三指 虧了一毫多指 其實不是太多 所以我覺得你們 如果這個long call 可以不妨再開一開 因為像中央香港 相對來說 其實它的抗跌力已經較高 很多股販 很多大股 近期達得這麼急 其實它也跌得很少 所以它的期容金 不是虧了很多 我覺得不妨可以再繼續 一樣 以38元正股做過止虧 如果不穿的話 就保持著它 看看有沒有機會 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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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短短短短短 考慮到時未來未走 我覺得可以這樣保處 當然這個是叫做一些回顧 而回顧完之後 當然也一樣 看回過去十年十二月 整個月的表現 其實上次也有說過 但未有真正數據 而上次也有說過 十二月份做些什麼策略 會怎樣 但那一刻叫大家體驗一點 反而今天回來 我覺得可以開始考慮去做一下 動手 動手之前 當然也說回十年十二月份 整個月的表現 五星五跌很平均 而平均性跌幅1.85% 跌就2.15% 而因為上個星期未有十二月修補 這裏寫給大家看 十二月份的修補 至於二九一七七 所以其他十二月份最終收不離二九七一六 和二百五四九 而可能大家的疑問 這刻都已經跌穿二百五四九以下 但這裏說真的 這裏是說收報的位置 當中來說 升穿過跌穿過是正常的 只不過我會說 過去十二月的數據 有機會是跌下去之後 最後咬回來 總之會收回二百五四九流上 即是這個範圍裏面 所以當中一定會被咬上化落 這是不斷這樣說的意思 雖然又不要覺得 這下已經打穿了 過去十年數據沒有用 不是這樣說 我都要再看列定調 所以反而透過這件事 可以衍生到一個叫做傳染的部署 因為上次也說過 十二月份這麼窄的幅度 做Iron condo 即是兩個credit thread 而過去十年來講 十二月份有八次都升跌幅不夠3% 傳染最終賣單計 所以如果以上星期二萬九千二計 其實都不夠九八點 即是如果以這樣看 應該月尾收不夠 以上星期數據看三萬 或者是約二萬八千四 所以變相以往經常說 整個月做Iron condo是直播的 而那一刻也叫大家 不用這麼辛苦做 可以看點些 反而今天回來 我覺得可以開始考慮 但這次考慮開了Iron condo 不是叫大家一次過開了一套 亦一樣是一個所謂動態開倉 都顯示了紅色的大家 特別放大一些字 看清楚一點 那什麼叫動態開倉呢 可以先開下面的部分 下面的部分就是所謂的credit thread 一個short put加down put 因為藉著這刻跌下來 你現在開收的期限金是特別多的 而因為現在這個位置已經跌穿了 剛才說原本預期整個月的最終收補位的樓下 所以你現在開的話 你拼它不會再跌下去 甚至乎始終你開這些credit thread 雖然你是收期限金 但你有例如一般short put 因為你有保底有個non put 是保護了 所以輸計是有限的 所以你這些位置開是可以考慮的 譬如現在挨近二萬八千三附近 你如果假設開credit thread 你以後開就開現價 譬如short put開二萬八千四 又可以 non put買二萬八千二 其實如果以今次來看 這一套這麼近現價的credit thread 應該收到約九十點左右 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直播空間 因為經常說這些uncondo也好 或者所謂的credit thread debit thread也好等等 全部過100點才有一個直播空間 但如果你想想 你現在開credit thread 開下面這一套已經有八九十點了 如果之後真的可以打回上去 你開上面那套credit call thread 那裡你不要多 可能收五六十點 其實你加起來已經成八四點了 但你講真句 就算最終可能是升穿或跌穿兩邊位 你輸盡都是輸二百點 即是行政價差距 減收回人權金 如果你要收到八四五點 你最終輸二百點 你減到八四五點 你只會輸五十點 其實直播空間是很高的 你反過來看 是用五十點八百五點 整個三倍的回報 所以反而借著 這下跌下來 你所謂的動態開了 開了下面的必先 是比較直播的 所以你可以考慮現在 開credit thread 收到八九十點左右 然後加一次過市之後 彈上去 才在上面到月中後段 補回credit thread 形成一套所謂動態的Iron Condor 挺有信心 這套一定是收過一百點 剛才也解釋了 所以直播空間是舊的 而反過來 如果你開了credit thread 如果真的再賺下去 其實你反過來看 都會輸幾有限 因為就算你這下開八九十點 然後假設它不彈上去 即是再賺下去 你即時開到credit thread 雖然到時收得不多 但可能收十多二十點 其實加起來都是約一百點 即是到時 如果以分這樣算 一卦一而已 即是你輸準也輸一百 那就贏一百 我覺得亦會有一個動態 即是有一個彈性 所以我們這樣考慮 所以其實如果以分這些 現階段跌下來之後 這樣開 直播空間是比較充足 而最後一個 其實這裏又不是說 給部署大家 但給了數據大家看 因為指數剛才提到 已經開始做一些全的部署 開定下面先 所以短線部署的指數 我就不是這樣建議 但這裏就給大家看到 過去十年十二月份 第二五日的表現 其實你看到 都是差不多 四星六地 而跌的匯分比 大約三個百分比 但是所謂第二五日 今年來講 明天才是 所以就不是有數據 但剛才Token調了 我自己因為都說了 整個月的一些策略 都開始做一些事情 所以短線第五日的部署 今次也一樣 沒有了 所以你說簡單一點 又可以 我覺得你沒有必要 在指數中 做了整個月之後 突然做一些短線 難處理一些 所以我覺得暫時比較簡單 其權的環節 今次比較簡單 只做一個動態開倉的安康座 而個股就沒有特別考慮 這一部分就來到這裏 所以